Hello 又來到這個萬加拉效應的系列 今天要說的萬加拉效應就是我自己 如果你們有看我前幾天的一條片 我還沒有一個打直用手機拍 我說那天沒睡 那天早上睡了一會 在夢裡就夢見一個我肯定是認識她的女人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在夢裡其實這個人的背景就是她是一個女人 她是一個在修道院的寺廟裡好像尼姑那樣的人 但是我現實生活之中 就是在我的實現實中 這個人是跟我一起共事過 就是在我記憶裡面這個人是跟我一起共事過 是跟我一起在義工那裡負責切東西 這些所有的畫面本來不在夢裡 是在我現在的腦裡面 就是我在做狗義工的時候認識到她 那在夢裡她是已經返回她那個寺廟那裡收行 而且我收到一個消息她是原植的 原植就是她死了 那我就很不開心 我不開心到一個地步 我覺得我要立刻衝過去那裡 就是看她最後一面 那跟著夢我醒了之後呢 我第一時間我拿起手機 我是立刻想找她那個電話去 就是立刻想去找她 就是很搞笑的 但是在現實 就是在現在這個時間和空間 是沒有這個人存在 但是我不知道我露裡面 就是我睡醒的時候那些記憶 她跟我一起做過狗義工 切東西洗東西那個人 那那個人是誰 就是 就是連在夢裡面都沒有出現過的記憶 就是在那個夢裡面 我是直接跳到去 她已經返回那個寺廟裡面 原植 然後我是衝過去看她照片 然後我是的確有去到那個寺廟那裡 然後我也是看到她 我已經忘記了後續了 總之我是衝過去那個寺廟那裡 但是 醒了之後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東西 我不是想回這個夢那麼簡單 我只是想回我和這個人之間那些點點滴滴 就是我想起以前 因為到現在我還有做狗義工 就是在一個很破舊的村屋那裡 然後 有些地方給你切東西洗東西 那些地方比較屈質一些 我明明是有和這個人是認識的 就是我醒了之後很久 我還在想著究竟是不是我沒有了這個人的contact 為什麼會 我想不起他是誰 但是又和他之間那些記憶又是發生在那裡 是的 都沒有辦法抽離一段時間 後來我也有想過 就是 是不是因為這個人死了 所以我沒有了這個人的記憶呢 就是這個 這個可能性我也是覺得有的 就是 如果你有看過一些故事 都會說有些人走了之後 他不想再細的人記得他 那麼所有的記憶連帶所有相關的事件都會消失 就是這一下那個 很支離破碎那種感覺是很強烈 就是有什麼可能 如果他真的在夢裏面有一個虛構的角色 我不認識你的 那為什麼我醒了之後 我和你發生過的事 還要是我現在現實生活之中 就是 我還經常做狗妖的地方 我會有和你之間的那些記憶 那些記憶是從哪裡來的 連在一個夢裏面的畫面都不是 那 我之前是從來都沒有發過這樣的夢 也都沒有聽過相關的故事 不過我都在想 就算是他 他不想認識他的人記得他 所以我們都沒有這些記憶 或者 是可能 真的 平衡時空 或者怎樣各樣東西 萬格拉效應都好 就是 殘留這些記憶都是很不開心 就是我到現在 對這個女人 都是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她是一個 五十多 我想六十歲的女人 就是她是 跟她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到現在這一刻都沒有消散 就是自從那個夢 令到我提醒起她 然後我醒了之後 有一些跟她之間 在我近幾年發生過的記憶 然後但是 根本這個人是沒有存在過 我是差不多過了大半天了 我才確認 這個女人不是我認識的人 就是不存在在我現在這個世界 是一個不會有這個人的 所以那一刻其實是很失落 真的沒有試過 從來沒有試過有這樣的經驗 我記得 很多年前 14年 就是四年前 其實那時候也有類似的事 但是就是 在另一個人身上發生 她告訴我 她說 她說 我很小時候 我已經見過你 但是她認識了我先 就是在先後之序 就是她認識了我先 然後她就發夢了 醒了之後 她說 她說 在夢裡 你跟我已經是大學的了 就是我們在大學那裡認識 但事實 現實之中就是 因為我跟這個人是大家認識了一年之後才認識的 那她就 醒了之後 她就告訴我 我覺得我很小時候已經認識了你了 她說 又是很難去 告訴自己 不是很小時候認識我了 那我就說 那會不會是因為我很小時候認識我 然後我死了 然後 然後 你現在見到我這個人 所以你要認識我 那我們就不要再談 那 那 但是類似的事情 就算你說連了這一宗 其實都是 兩 兩宗 就是 不過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震撼 真的 呃 你看到我現在都是一直 一直吐回這件事出來 因為這個感覺是很 很深 還有 我絕對不會覺得 這個女人是 一個夢裏面的東西 然後我醒了之後的記憶是我腦裏面幻想出來的 這個人我是一定認識她 是一定一定認識她 是的 要不然我不會記那麼多天 而且我不會那麼感觸 就是 我不知道是 什麼原因 但是總之好像這個人 我是跟她有的記憶 但是 在現在這一刻 是沒有這個人存在過 只要我剛才說 就是那個男人 發夢夢見我 跟她在高校到大學 已經認識 但是她醒了之後 她發覺其實她很小的時候 已經認識我 這個事情 我就不知道兩者有沒有關係 不過 Anyway 我跟這個男人 的確是 嗯 是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但是又說不出 怎麼解釋 跟她之間都認識了很多年 是的 都挺恐怖 其實為什麼要 會有這些東西呢 在這個宇宙 在這個浩漢的類宇宙 為什麼會有這些 這樣的事件呢 是的 究竟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這些事件 就是是令到我們有 個人成長 是令到我們 我都不知道 還有跟大家呢 加上少少近況 就是這件事情 可能我遲些在近況片 會再講 或者不會再看 那 就是 我最近發覺 這個感覺是 很強烈 都是 一個人 你不開心 或者去發生一些事情 不斷地重複無痕 無論是這些男女關係 或者在某些關係裡面 不斷地重複一些很差的事情 重複重複重複 其實我發覺這個天 是會開很多道門 讓你出去 不過 看看你就是 想不想通過那些門口出去 只要你想的話 在任何時 所謂我們的二鏈一轉 就是你肯踏出那個門 就是好像一間房 你困在裡面 但其實那道門 有九千多道門 圍著你 你只要肯踏出去 其實你就會脫離了那種 很黑暗 以及不斷地重複無限的 一些不幸事件 這件事也是我近來很大的感受 因為 嗯 就是自己都會 每一個人都會的 你總是會有些事情 是自己弱點的事情 你會不斷地重複重複重複 這樣犯錯 但是其實 就是你肯的話 只要你肯 你肯走出 你不想再是這樣 真心不想 不是你的嘴巴說 不想再是這樣 但是你一直這樣做過這件事 是啊 你會發覺 原來是很多機會 是被你逃避了這個處境 還有是 整個人是有一種很大的自由 那種自由是發自內心 那種快樂 不是用錢 或者是某個人可以給你的快樂 那這樣都是 如果你們覺得我最近面識好了 最近這幾條片 我相信這件事是佔了我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還有我最近都開始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有些是外國的Youtuber 或者是一些很搞笑的 你不知道為什麼會認識到的人 他們都會給我很大的inspiration 開始會覺得 哇 有很多事情慢慢地改變 希望我這樣說出來 你們會替我開心 就是 嗯 是啊 有種很大的自由 那種喜悅不是突然很high 或者有個人送樣很貴的東西給你 那種快樂 是 你有種很大的自由 你會知道你已經開始出去了這間房 然後你看的東西 不是看的東西 是你經歷著的東西 開始不同了 就是已經脫掉你之前的這樣的pattern 是啊 我看看遲些可不可以再拍另一條片去解釋這個情況 還有 我覺得 人 當你真的願意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包括 所有事情 就是 發生在自己身上不好的東西 你都可以負責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會有轉捏點 但轉捏點明年都未必會有改變 是你真的很想平起那種東西 而你發覺到 之前的人生這樣 你這樣 在那個specific的板塊一路都是有問題的 而你這樣肯去 扔下它去走 你走去哪一條路 那條路都會帶回你去正貴 說到好像雪教一樣 但這個真的是我最近感受很深的原因 而且我覺得它是很 激烈地這樣 影響到我整個人 包括我的精神 就是我的整件事 就是全部都好像是 flush out 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然後 你會發覺現在你走每一步 或者你 每一刻你都會有一種很大的自由 而自由在我來講 就已經是最大的開心 那是啦 不講那麼多了 是很老套的 講得多這些東西 你有些什麼可以在留言裡跟我說 如果你有發覺我剛才講的那些夢 你都可以告訴我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